这个男人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 恰好被前方的摄影师发现 女人听到卡的声音 还以为照片已经拍好 眼瞅着三人就要乱动 摄影师急忙大声喝止 男人有点懵了 他不相信自己居然用气这么好 同伴冬夏生 慢慢扒开地上的杂草 我的个乖乖 还真是一颗超级炸弹 怎么办 三人有点慌了 他们上山就是为了拍张小照片 照片没拍到 竟然拍了一颗炸弹 而这时摄影师怕帮着自己 转头偷偷的跑了 踩到地雷的叫大郎 没踩到的叫西蒙 而这个金发妹妹叫金莲 现在山上没有信号 他们只能下山去求救 西蒙先是假意的和二人着急 没一会儿他就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原来这颗地雷居然是他埋下的 随后他和二人讲了实情 他早就发现了大郎和女友的苟且之事 自己的未红妻 居然和最好的兄弟给自己带了绿 是可忍输不可忍 而这次他把二人骗到这里 就是为了惩罚大郎 金莲还在狡辩说自己没有 但西蒙早就亲眼目睹 根本不相信他 能忍到现在已经到了极限 之后他走进小树林 拿出一把早就藏好的大铁锹 还说这是特意给他们准备的挖坑工具 金莲在一旁着急的泪流满面 而西蒙却是越想越来气 他冬下身子哭吃一下 直接拔掉了地雷的保险栓 原来之前的保险栓并没有拔掉 看着眼前的偷吃二人组 他只想报复 金莲哭着说自己知道错了 可西蒙认为 自己拿他们当挚友挚爱 他们竟然背着自己打扑克 一气之下 他直接把保险栓扔进了小树林 然后冷漠的转身离去 金莲决定留下来陪伴大狼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不就是偷偷打了一把扑克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现在想要下山求救 已经不可能 因为上下山来回就要12个小时 晚上山里必有恶狼出没 唯一的办法就是挖坑让大狼跳下去 与此同时 西蒙下山找到了摄影师 原来这两个人是一伙的 就是摄影师故意把大狼 引在了地雷上 另一边 金莲跑进树林找到了保险栓 他想尝试着把保险栓再插回去 结果他冬下身子孤倒了大半天 也没有成功 这东西和打扑克正好相反 出去容易进去难 没办法 现在他只能挖坑了 刚好这一幕被远处的恋人看到 他还以为两人是在偷红薯 那小狗一个抱起 就向二人冲了过来 危机时刻 突然一个狗子冲了过来 青年拿起铁锹就开始搂狗 恋人从远处跑来 拿着三八大个就对准了女人 敢动我狗我就要你命 今天急忙解释说 朋友踩到了地雷 可恋人根本就不相信 哭斥一下对着地上来了一枪 看着大狼在原地动都不敢动 他走到跟前一看 这小子果然踩到了地雷 这是金莲请求恋人帮忙挖坑 因为他的小戏胳膊根本搂不动 没想到恋人让他们说出实情 他在这里打猎打了几十年 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地雷 如果不说 我是不会帮忙的 再知道金莲是给男友带了绿后 他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并说要我帮忙可以 他对他动手动脚 大狼交集不已 他急忙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和现金 谁知猎人直接扔在了地上 因为他就喜欢小棉袄的味道 无奈之下 金莲准备回帐篷给他找 没想到猎人是个变态 他就要金莲在现场拿给他 没办法 金莲只能乖乖拿了出来 拿到棉袄的猎人十分满足 他拿着铁锹开始挖坑 就在这时 猎人包里的对讲机传来了声音 金莲急忙过去说要借用 因为山上没有信号 只能用这个 可猎人却拒绝让他使用 还说享用可以 你得和我玩个游戏 他把小棉袄扔在地上 让金莲爬过去用嘴叼回来 如此无耻的要求 把金莲气了个半死 但是为了救大狼 金莲只能答应 愣是忍着内心的耻辱叼了回来 猎人横讲信用 把对讲机给了他 但是对方根本听不懂英文 金莲急坏了 赶忙请求猎人帮忙 谁知可恶的猎人再次提出要求 只要翻译一句 就让他脱一件衣服 金莲彻底的崩溃了 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 他绝对不会答应 愤怒的猎人居然逼迫金莲 要强行和他玩游戏 几句话下来 金莲的上衣就被玩没了 更无耻的是 他翻译的都是先无关紧要的话 这时金莲才知道 他就是一个无赖 看着眼前貌美如花的金莲 猎人的心里动起了坏心思 这个猎人简直太可恶 他看着脚踩地雷的大郎 不但不伸出援手 还对旁边的女人动起了邪念 金莲吓得撒牙子就跑 猎人在后面奉起直追 而大郎则是趁机够到了铁链 他用铁链拿到了猎枪 没一会儿猎人就拽着金莲走了回来 面对拿枪指着他的大郎 猎人丝毫不拒 因为金莲在他的手上 随后他拽着金莲走到石头后面 并强行和他打起了扑克 看到这一幕 大郎怒气冲天 端着猎枪就要搂他 结果狗子看到主人有危险 直接向着大郎冲了过来 等他再次醒来 只看到了猎人 原来那个地雷是假的 而刚才的一枪 居然把金莲干去了西北 时间来到了一年后 一个神秘男人走进了一户人家 并谎称他是女人丈夫的朋友 可当猎人回来后愣住了 这小子不就是一年前的地雷小伙吗 他急忙把大郎拽出了屋子 还说要和他一对一单挑 让大郎不要伤害他的家人 没想到大郎居然同意了 于是猎人放出了自己的狗子 去追杀大郎 自己也挺随其后 谁知大郎在外面转了一圈后 又回到了家里 他竟然看到了大郎 随后怒气冲冲的拿出了猎枪 可大郎面对猎枪竟然丝毫不惧 原来枪里的子弹早就被大郎卸了 他拿着小左轮哭斥一下 干倒了猎人 现在游戏才刚刚开始 他拿出一根绳子 让女儿把母亲绑上 那好女儿都没犹豫 就直接把亲妈给绑上了 这时猎人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开始不停的道歉 但已经为时已晚 大郎一把拽过女儿 撕下了他的棉袄 然后让他爬着过去再叼回来 他把当时今年受到的侮辱 全部来了一遍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他在枪里留下了一颗子弹 然后对着女儿开枪 如果是空枪 他就脱衣服 要是脱完枪还没想 就饶过他 没想到女儿的用气实在不咋地 第一枪就直接去了西北 报复完的大郎蒙住了 他并没有感觉到复仇的快感 那么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电影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